加拿大油務公司宣布將會在2040年前擁有全電動化車隊 負責日常油證服務 關心瑜報導 因應氣候變遷和全球減碳 並且到2050年實現證零排放的承諾 加拿大油務公司宣布撥款10億元 將其擁有14,000架游遞服務車的車隊 於2040年前改為全電動化 油務公司首席執行官德·Eddinger表示 公司實現這個目標的路線圖 將取決於專業知識和電動車的供應 由於疫情下電腦、芯片等零件短缺 目前電動車一直供不應求 油務公司計劃在大約350個遊递處理中心 為電動車隊建設充電設施 將首先在已設有電網的遊递中心加設充電站